Skibidi Wars 三重宇宙 是马桶人主宇宙额外衍生出来 最接近原作质量的同仁作品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我介绍三重泰坦的这一部影片 还没看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 三重宇宙里强者云集 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三重泰坦 里面的反派角色也是强的可怕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马桶人的领袖 马桶大帝 他的强大程度甚至能和三重星人有一战之力 但是却有个比马桶大帝更可怕 更强大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三重宇宙里目前最强的反派 死灵法师Necromancer 这个非常强大的反派角色 却没人知道他真正的来历 有人传言 死灵法师是从冥界获得的力量 从而让他永生不死 毕竟可以注意到 他使用的都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死灵法师效忠于马桶大帝 他的出现也是为了对抗联盟的崛起 毕竟那时候联盟已经有三重泰坦这个强大的武器 早期的死灵法师 就已经能操控他的死灵大军来对抗联盟 这些死灵大军 就是死灵法师召唤死去的人物 然后操控他们的尸体来为自己效力 和三重泰坦一样 目前的死灵法师在三重宇宙已经有了四个形态 第一形态就是他最早出现的形态 外表类似主宇宙的骷髅马桶人 能召唤死者 还能使用机械爪攻击敌人 第二形态是他打倒了电视巨人 然后占据他身体时的形态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我在上一期影片看到了很多人混淆了电视巨人和泰坦电视人 在三重宇宙里面 电视巨人不是泰坦电视人 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电视巨人 外国朋友都称他为TV Titan Jr 因为他的体型相比泰坦电视人会更小 而且武器和战力也没有泰坦电视人来得强大 基本上 电视巨人只能算是一个小型的泰坦 死灵法师的第二形态 也是目前死灵法师在三重宇宙使用了最久的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的死灵法师 也继承了电视巨人所有的能力 除了拥有电视巨人的瞬移能力和极高的防御力 他还拥有流酸呕吐的能力 和他的代表性武器 死神镰刀 这也让第二形态的死灵法师 成为了联盟所惧怕的存在 第三形态的死灵法师更为强大 他获得了全新的肉体 相比起电视巨人 第三形态更巨大 更恐怖 后来也就是第三形态的死灵法师 打败了马桶大帝 统领了整个马桶帝国 而第四形态 也是目前死灵法师的最终形态 这个形态的他只是普通人的大小 但他的能力却无比的强大 超级力量 超级速度 隔空遗物 地狱之火 一副小小的身躯 却有着无尽的能量 但是 这些形态 也并不属于死灵法师真正的肉体 它更像是一股无形的能量体 无论使用任何物理攻击 都无法对它造成伤害 可以说 死灵法师目前是不死不灭的 到了现在 也没看到有非常明显的弱点 那么 是什么让这个在早期不起眼的角色 变成了统领马桶帝国的霸主 等一下 我们就来看看 死灵法师在三重宇宙是怎么崛起的吧 死灵法师第一次出现在第75集 这时候的他 外表是一个大型的骷髅马桶人 这也是他的第一形态 我们俗称为 原始形态 死灵法师一出现 就用他的机械爪把巨大印象人给杀了 随后 还把在场已经死去的马桶人召唤复活 让他们为自己效力 死灵法师的眼睛和机械爪 都散发出了绿色的光 被他复活的人也一样 因为 绿光是他的力量来源 只要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现了绿光 就代表 他们已经被死灵法师控制身体了 由此可见 这时候的死灵法师 已经展现出了有别于其他马桶人的能力 这也为他接下来成为大反派 埋下一个伏笔 原始形态的死灵法师出现后 也让联盟顿时陷入了恐慌 毕竟 面对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召唤死者的马桶人 这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而且 他除了能召唤死去的马桶人 也能召唤死去的联盟成员 就算联盟派出了强大的三重士兵来迎战 也根本无法逆转局面 不过 原始形态的死灵法师 并没有出现太久 因为 他过后找到了更合适的身体 第78集 电视剧人加入了战局 很可惜 他的出现 却让情况变得更糟了 死灵法师 攻击了电视剧人的脚 电视剧人吃痛倒下 然后 他再用机械爪 贯穿了电视剧人的头部 就这样 电视剧人领了便当 接着 死灵法师扫描了电视剧人的身体 他离开了骷髅马桶人 到了这里 就能很清楚的看到 死灵法师 并没有肉体 他只是一股能量 一股邪恶的能量 他进入了电视剧人的体内 控制了已经死去的电视剧人 开启了他的 死灵法师的第二形态 我们俗称为 电视剧人形态 这个形态 在第79集第一次出现 可以见到 这时候的死灵法师 已经完全控制了电视剧人的身体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右脚 露出了里面的机械骨架 右手 则不是电视剧人的手 而是他在第一形态使用的机械爪 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电视剧人的身体 还有 他的肩膀还长出了两个电视屏幕 而原本电视剧人的头 也被推到了后方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骷髅头 电视剧人的身体 有着如此巨大的改变 也是因为 这距离78集的时间点 已经过了30天 而死灵法师 在这段时间内 也对这个身体 进行了不少的改造 至于为什么 头会变成一个骷髅 这也不清楚 我相信 骷髅就是死灵法师的象征 在三重宇宙看到骷髅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角色 第二形态的死灵法师 非常强大 除了有巨大的身躯 他的防御力 也是非常的惊人 联盟朝他发射的大炮 他却毫发无伤 然后 直接对联盟来个流算的呕吐 这也是死灵法师 第二形态的招牌攻击 随后 他又对战了圣纳泰坦 在圣纳泰坦 即将被他拿下的时候 三重泰坦却过来支援 把大家都打得措手不及 眼见情况不妙 死灵法师 这时也终于拿出了他的招牌武器 死神镰刀 然后 一跃而起 把三重泰坦打得落荒而逃 也就是这一次 让死灵法师一善成名 不过 事情并没有往马桶人想象中发展 因为 三重泰坦战败后 联盟也开启了他的第三形态 能量释放 第三形态的三重泰坦战力爆表 他的速度极快 还有着几乎无限的能量 很快就把马桶人打得溃不成军 而这件事 也让马桶大帝大发雷霆 他责怪博士和死灵法师办事不力 这才导致了三重泰坦有机会进行升级 当然 死灵法师也反驳到 这件事 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 在他打伤了三重泰坦之后 三重泰坦很快的就飞走了 这要拦也拦不住啊 但很显然 马桶大帝也不想听他解释 因为 马桶大帝认为 他们的失败 已经辜负了整个马桶帝国 就是这场训斥 也在死灵法师的心里 埋下了一颗背叛的种子 为他日后 成为大反派铺好了第一条道路 随后 马桶大帝为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 说 现在G-Man被关押在联盟的基地总部 只要能够把G-Man带回来 然后 复活他 就能够将功输过 所以 死灵法师也对联盟策划了一场袭击 势必要把G-Man拯救出来 但很快的 在半途中 他遇到了泰坦电视人的拦截 两人也来了一场强者之间的较量 泰坦电视人在联盟里 是数二数三的泰坦 死灵法师和他的对战 自然也落入了下风 最后 他的机械爪 也被泰坦电视人的电光刀给砍断了 又在他们战斗的过程中 其余的马桶人也悄悄地潜入 关押G-Man的房间 把G-Man救了出来 而三重泰坦也在这时候 突袭了死灵法师所带领的马桶大军 也就这样 死灵法师完成了任务 成功地把G-Man带回了马桶人基地 但马桶博士 却在和三重泰坦的对战中 引爆核弹牺牲了 之后 死灵法师回到了基地 他砍下了一个科学家的手臂 安装到自己断掉的手臂上面 然后开始做法 最终把G-Man给复活了 这也让Malware非常开心 Malware是马桶大帝的左右手 也是整个马桶帝国一人之下的存在 他称赞死灵法师干得好 而复活的G-Man却在这个时候说话了 他说 他会服从死灵法师一切的指令 而Malware却告诉G-Man 他只能服从马桶大帝 这时候 从死灵法师的眼中可以隐隐察觉到 他此刻已经再次产生了背叛的念头 毕竟 现在的他不需要马桶大帝 都能够让G-Man听从他的指令 只要他成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死灵军团 统治整个马桶帝国 也是指日可待 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三重泰坦开启了真实形态 和联盟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死灵法师也在这时候消失了一段时间 不过 他也没闲着 而是集结了一帮马桶人 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其中包括了瘟疫医生马桶人 还有非常强大的幻影马桶人 这也无疑是为他接下来 成为大反派铺好了道路 当然 由于三重新人的入侵 马桶大帝和他的军队也暂时和联盟联手一起对抗外星人 所以他也没有察觉到现在的死灵法师在背后搞了那么多东西 终于马桶大帝发现了死灵法师的踪迹 他带领着马桶大军前往了死灵法师的藏身地 却没想到 这其实是死灵法师所布下的陷阱 这时候 马桶大帝已经把死灵法师归类为叛徒 而等待叛徒的下场 也将是永恒的痛苦 但是 马桶大帝注意到了身边被死灵法师召唤出来的死灵大军 他开出了条件 要是这些军队都归他所有 那他也将会留下死灵法师的一条狗命 死灵法师却狂笑了起来 对着马桶大帝说道 我不是傀儡 你这个凡人 他用凡人来描述马桶大帝 这就证明了死灵法师的等级比马桶大帝还要高 只有神明和普通人对话的时候 才会使用凡人这个字眼 也就代表死灵法师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神 毕竟他是个不死不灭的存在 马桶大帝再怎么强大 在他眼里也只不过是肉体凡胎 只要能力够强 都有机会杀掉马桶大帝 马桶大帝来到死灵法师面前 要他臣服 却没想到死灵法师竟然用镰刀攻击了马桶大帝 所以死灵法师就被马桶大帝砍掉了脑袋 他临死前还在狂笑 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死灵法师化成了绿色的能量飞出了自己的脑袋 还对马桶大帝翻话 说会让他知道什么才叫征服 随后就慢悠悠的飞进了不远处的洞穴里 也就在这个时候 Gman出现攻击了马桶大帝 其余被死灵法师控制的人 也开始对马桶大帝的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场打斗 马桶大帝很显然站得下风 但是 更可怕的敌人 还在暗处蠢蠢欲动 一团绿色的能量从洞穴里飞了出来 终于 死灵法师开启了他的第三形态 我们俗称他为 泰坦合并形态 这个形态的死灵法师非常巨大 身高超过了180米 这还是他四只脚爬在地上的状态 身长更是无法估计 他有着野兽一般的外表 身上布满了银箱 马桶 还有各种奇怪的装备 虽然看起来是个机甲 但他更像是生物和机甲的混合体 马桶大帝看到他后 也忍不住称他为恶心的存在 早前有很多网友猜测 死灵法师第三形态所使用的身体 是来自死去三重性人的尸体 但很显然 作者在新增镜头里暗示了我们 这不是正确的答案 这也让死灵法师的第三形态 添加了更多问题 这个恶心的巨型生物究竟是谁 它是死灵法师自己创造出来的 还是他控制了某个我们还没见过的巨型生物 或许第三形态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死灵法师为了布局 才把自己困在电视剧人的体内 直到现在找到了机会 才转移自己的身体 马桶大帝对死灵法师发射核心炮 却没想到幻影马桶出现挡下的攻击 死灵法师就这样打倒了马桶大帝 不过他并没有杀死他 而是下幻影马桶人控制了他 当然马桶大帝的左右手Malware也没能幸免 他们现在都变成了幻影马桶 也是死灵法师的手下 就这样死灵法师掌控了整个马桶帝国 他也露出了自己的真实形态 这个形态是目前死灵法师的最终形态 虽然俗称为真实形态 但目前也还不确定 这究竟是不是死灵法师的真身 这个形态的他也只是普通人的大小 但他的能力却无比的强大 真实形态的死灵法师 是一个带有三颗骷髅头的人形马桶 每颗骷髅上都附有一个脚 他手上也拿着了他的招牌武器 死神镰刀 真实形态的死灵法师 在三重宇宙里看起来并不强大 但是从他和联盟的战斗中 就能知道这个角色有多恐怖 他能使用地狱之火 一瞬间解决掉一个监控人 还能轻松的把一个监控人 丢到几百米外 然后一个跳跃 就把监控人撞成了碎片 可见死灵法师是有飞行能力的 而且速度还快的离谱 一秒钟就飞了好几百米 比音速还要快 随后他还能远程使用镰刀 把音像人拦摇斩断 可见他一幅小小的身躯 却有着无尽的能量 虽然还没有见到 第四形态的死灵法师 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但也无法否认 他目前已经统领了整个马桶帝国 三重宇宙的最强反派 也非他莫属 当然还有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角色 也就是幻影马桶 他能够扛下马桶大帝的全力一击 还有足够的能量控制马桶大帝 和他的左右手 证明了他的实力有多强大 也不排除在后续的剧情里 幻影马桶会取代死灵法师 成为马桶帝国的霸主 那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你们认为 要是死灵法师和幻影马桶对打 谁的胜算更高呢 欢迎在留言给出你们的答案 大家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就别忘了给我一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